但如果你本身每天都會飛過來一次航空 進去火鍋 就慘了 嘩 最近很刺激 嘩 現在DAP變了死性了 韓國人很討厭東大門 可能未必吃得慣這個味道 但其實就是來吃它那個 100年前的味道 大家好 我是MIRROR 今天又是代理旅遊的第四集 今天帶大家走東大門這邊 首先去廣狀市場 廣狀市場應該有很多人來韓國 回來香港的時候必定要到訪的地方 所以現在就GOGO 進來廣狀市場超多人 今天星期日來 廣狀市場的歷史大家知道嗎 其實已經由1905年開始 當時有很多日本人 都在韓國開了一些他們自己的市集 但韓國人就覺得 雖然有一個市集是賣回自己的東西 就有韓國人開了這個廣狀市場 其實廣狀市場有點像現在的百貨公司 什麼都可以買 譬如野食 傢俬 生活用品 布 真的 你說得出也有 所以當時人們有什麼都會過來這邊買 經過了100年 現在就變成一個傳統的市場 所以會找到很多其他超市 找不到的東西 就是因為百多年前就已經開始這樣買了 很可怕 有銀子 有銀子 我喜歡的 這個小椅子看上去 平平的小椅子 但是超暖的 它是暖的 那來到廣狀市場 有幾個食物一定要吃的 首先就是 天爹豆 就是最出名 應該很多觀光客都會知道 就是綠豆餅 天爹其實有個中文就叫做 賓對 有接代客人的意思 但也有很多個說法 其中一個就是 憑者這個詞語轉變而來 但總之它就是一個歷史悠久的食物 大貨同在店裡 Zeitも 就是石 mund 即場磨 即場的麵糊 即場 非常新鮮 百年傳統 所以一般大堂也會吃一般的手衞 小椅子一般都具有很多的口味 最普通就是浴露 但是我現在吃這個 我自己 linguistic味道皮 會比較香 有肉味 我喜歡吃肉 吃小椅子一般一定要蘸 洋蔥 因為 可以解離 大家如果有来过广壮市场的话 就会发现到这边其实都挺多是有年纪的人 因为百多年前有广壮市场 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是跟他们爸爸妈妈 小时候离开有一个感情 好像我小时候爸爸妈妈会常常带麦当劳 所以我对麦当劳产生了一个情感 我现在都有很多买Burger的品牌或者餐厅 但是我自己觉得吃不惯 可能就是因为小时候我就吃开麦当劳 就是已经有那个可不可以说我的习惯 现在那么多上一年多的人都会来广壮市场吃这个片 其实我觉得也是因为那个习惯 作为观光客来的时候 其实可能未必吃得惯这个味道 但是就是来吃它那个一百年前的味道 然后现在我坐这间就是位于最中心 也是最出名 然后旁边也有一个竞争对手 然后第二样要吃的就是SUNDAE 大家有过吃过 SUNDAE全部都超具自己做 就是吃他们的手艺 那现在你看到SUNDAE是红色它里面是一些薯粉 然后混合一些猪血去做的 以前就是用牛肉猪肉或者甚至是韭肉 然后混合菜的 SUNDAE是怎样来的呢 南韩就说是北韩 但是北韩就说是中国全日来的 SUNDAE也是一个超级有历史的食物 但是不知道大家喜欢不喜欢吃 我一开始来韩国的时候我是一样的 但是现在我就觉得 其实也有它的特别的味道 我已经惯了韩国那种韩国人喜欢吃的东西了 不是 老了就喜欢吃这些东西了 就是我老了 旁边会附一些内藏和盐 我觉得点盐也挺好吃的 但是有些人是会喜欢混合买 TOKOKI的酱一起来吃 那当然你要叫TOKOKI才可以点到那个酱 我觉得挺好吃的啊 我现在想点 我口味面了 各位留意这里是最好给现金 这里还有面糊 所以你可以买回自己煎 就会更新鲜 可能有很多观众觉得广众市场和台湾有点像的 例如我现在身旁这些卖鱼山灰 即是海鲜的档摊 因为台湾和韩国都曾经做过日本的殖民地 所以有些文化是有被影响过的 咦 这里呢 这一档呢 Netflix有拍过 之前Netflix又拍过一个节目是介绍亚洲的街头饮食 就是在这里取过景的 所以你说如果在首尔找一个要代表街头饮食的地方 其实广众市场呢 都是不宜之算 啊 我现在买了个Shik Khe Shik Khe 하나 주세요 谢谢 1000万的Shik Khe 超中饮Shik Khe 韩国人的回忆零食 香港我曾经好像有见过这个糖哦 很久的历史了 有没有观众朋友知道这个是什么糖 啊 是啊 这个是糖糖 我妈妈很喜欢吃的 好 现在来到这个呢 就是位于东大门再过一两个站的首尔品物市场 可能很多公歌客都没有特别听过这个地方 因为其实这个是跳室市场 其实在50年代的时候 就越来越多人把自己不要的东西 开始拿出来买 但是通常他们都晚上才这样做 而大家都知道Tokebi就是鬼怪啦 以前他们有个名字叫做Tokebi市场 就是迎刑这个市场呢 越晚就越多人出没 好像鬼怪 专门在晚上出没 所以就有个别名叫做Tokebi市场 来这些地方呢 其实好像尋寶和找回忆那样 因为很多东西可能在某个时代才可以找到的 所以喜欢Vintage朋友呢 真的非常适合来这个跳室市场尋寶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来 我之前有去过东大门的那个跳室市场 但是就完全不同的 现在就带大家看一下 这边超多LP 年轻人的比例大概是十分一 这里做装饰超漂亮 哇 哇 哇 25万万 哇 引擎前面 这里是每个星期二都会不开门的 八百年奥运的时候 政府怕影响市容 就把这个市场搬到第二个位置 把它搬回来改建 就成为现在这个跳室市场了 以前韩国用的饭碗是同的 好帅啊 哇 我也是第一次来 好神奇 一大开眼睛 哇 哇 哇 一大开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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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哇 这个很漂亮 非常好 好 我猜得下了 我猜得下了 真的 真的 我猜得下了 真的 嗯 那我猜得下了 我猜得下了 哇 哇 你猜得下了 我也猜到 我猜得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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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真的是野蠟土士辣 大家去餐廳吃野蠟土士辣是假的 以前的梳啊 以前的人是用梳頭 例如有些台灣人有多松松 或者有些卵 因為有動物就可以把那些梳走 這些梳頭都幾萬萬 男生都很瘋 這是在跳舞的時候用的嗎 這樣嗎 對 HI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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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很大 二樓 有一股汗藥的味道傳入我的鼻 那是怎麼傳出來的呢 黑頭不會 有 17個都可以 看到通常喝這個都壓了先緩 然後無論咳或雙風都可以直號 用了17種藥材去做 我先買吧 喝了蜜糖水 然後加了少許中藥的感覺 是好喝的 像在喝涼茶 一點苦澀味 聞下去 甘草 覺得對身體好 這邊有一個19禁的商店 這個是不是傳說中的那個 Sexy啦你 那個畫面好像是 這裡好像是 好好School 錄影帶我記得我是好像 3、4歲的時候見過的東西 哇 20幾年已經 熟山 超多香港電影 周恩法化成 監獄風雲 亞非正傳 熱血藍兒 看到超多香港電影 東方不敗 究竟東方神器會不會是因為看了東方不敗才想到這個名字呢 因為東方神器是KPOP的 算是差不多遲租 會不會是這樣 會不會是這樣 啊不出個名字 但我有看 所以挺特別的 可以看到不同年代的人 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文化 我現在走得很開心 因為可能我們都屬於不同的年代 可能將來比我們老了 我們都會喜歡現在的購物方式 我們可能接受不到未來那種再新科技的東西 真的超多這些USB USB裡面會有一百首歌 直接插進去車裡就可以聽到 方便老人家們就算不懂科技 都可以聽到歌 哇好帥啊 這個SELFER COFFEE SHOP 我們全部都是自己來的 這個真的是良心 那是說不懂的 對於是說不懂 比我想說不懂 超級別的 這集中吧 我從來吃的 所以這裡放一鍋 在我之前放一鍋 十年前來就搞定了 要去放一鍋 小心點 神經濺聖園有動作為 神經濺聖園有動作為 真心的 但是我們在這場上 真的幾乎是 大很多東西都沒有 就這裡吃了 歡迎 好 各位 我現在來到東大門 東大門可以分成兩區 一區就是B2B 批發那邊 就是在後一點 我現在站在這個位置就是B2C 也是遊客來得最多的那幾棟建築物 如果大家有留意韓國新聞的話 就知道我身後的Loftin Fit-in 在12月30日正式結業 Fit-in在2013年5月開門 本身Fit-in也是中國遊客比較多 2014年的時候 但看看來這邊買的 更加成為了中國遊客的熱門購物勝地 但是因為2015年 殺... 嚇死我 他不斷跟著我 怎麼搞呢 搬位才好爛 但是因為2015年 2015年有殺德事件 所以都知道很多中國遊客大量減少了 所以其實對東大門的影響都挺大 因為這邊主要都是遊客來光顧的 對 那我相信 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現在東大門人樓大概就是這樣 本身這些檔灘全部有開的嘛 現在只有三間有開的嘛 現在只有兩間... 三間有開的 我怕他啊 他沒有過來 好了 這一棟就是Loftin Fit-in Good morning 接著 那邊APM 還有Manduta 現在就進去給大家看一下是什麼情況 但因為時間關係 我只是走第一層 Good morning city 一進門口就是這樣 接著兩個 原來這裡也是 這裡也是 OMG 接著這一邊 對面也是 哇 這個Good morning很刺激 WOW WOW 然後很多 你看這樣封住了 是沒有開門做生意 這裡又刺激了 然後你看 全部 好像整封住了 好想念街頭小吃啊 因為其實這些街邊小吃之中 有一個熱狗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 竹籤捉住小腸 然後有個麵包皮 還有薯條包著 然後擠超亮的茄醬 哇超好吃 一條就非常飽 但好懷念 這間TUKUFORCE 我都... 偶爾都會來買東西的 然後給大家看 APM 對... 偶爾來了 嘩...這一陣子 幹什麼 刀眼位來的 刺激 嘩... APM的狀況 差不太多 人流呢 剛剛跳室市場更多 果然這一邊因為 是年輕人來的嘛 大家改變了 購物方式 喜歡網上賣東西 跳室市場因為 年齡層比較高一點 所以有很多人去光顧 很多人對東大門的認知 就是買衣服的地方 真的很多人過來批衣服的 現在疫情這樣 即是如果你本身 可能在韓國有辦公室的話 那就不受影響了 但如果你本身 可能每個人都會飛過來一次韓國 入貨的那些 就慘了 他們現在的主要方式 就是找人直播或者代購 這個方法可以解決 嚴尼之急 但你可能就會有貨不對版的問題 而如果真的貨不對版的時候 你的貨要怎樣換回呢 這個也是賣家要承受的 其中一個風險來的 這間 給大家看看 這間是有人出體溫的 這邊也是這麼長的 全部都是最多眼的位置 就刺了 連續三個刺了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本身東大門的這些商家 是非常之討厭 有人拿著電話或者拿著相機拍攝的 可能覺得會不會是貨品被抄中 因為他們就不喜歡別人拍攝的 但是發生了疫情之後呢 他們就非常歡迎我們拍攝 不過這個情況就比較發生 是批發的幾棟建築物 這些幾棟其實都是給遊客買的 所以這幾棟建築物其實 對於你拍不拍攝這個問題 可能他們會沒有那麼緊張 沒有那麼敏感的 Dota More 未吃街 麻辣 中國兩邊 麻辣 因為本身中國遊客多 所以這邊就會有不同種類的 中國的食物 比中國的客人 原食 Dota這裡一樓 他就放了Editas和Nike那些 現在就上二樓給大家看 這裡竟然刺了 本身都是葡萄來的 看裡面的衣架 第二間 吉賣 哇 其實看到還有人購買的 這一個位置 有點外媒 他應該本身不是這樣放的 掌跡過 他 其實以往絕對沒可能看到 Dota裡面會有急號出現 因為店鋪的保證金 都要一億 然後韓國有權利金 類似是頂首費的 就是五千萬元 他們這一個店鋪 通常都是三百至五百萬左右 但是那些人都是搶著 要搶著來的 上年早期已經跌到一半 而現在 直接還有吉位 哇 但是整體來說 Dota也好一點 因為通常進來的 都是大牌子 或者都怎樣也有牌子 那旁邊那幾棟就完全不同了 其實甚至乎 大家如果旁邊那幾棟 有走上去過 都會看到 其實每一層都賣不同的東西 有些舖位甚至是租到 你只要肯給管理費 他就租給你 因為如果你不租的話 他拿著舖位 他都會一直蝕管理費 寧願是零租的租給客人 DDP DDP是甚麼? 哇 之前這個 香港點心 關了 哇 대박 哇 這間都 有幾個 哇 現在DDP變了死城了 韓國人很討厭東大門 其實本身不是 是因為有越來越多遊客 而當中遊客有大部分 都是中國遊客 中國遊客他們控制力是非常之高 可能會是 我要包飾 或者是 我要十個 相對之下 本地的消費者 一定是 購物力會比較差 當韓國本地人來到東大門的時候 就會有一種感覺好像 不被尊重 就好像廣東道那樣 整個海港城裡面有這麼多名店 但是為什麼有這麼多香港人 不喜歡在廣東道消費 就是因為有太多豪爽的遊客 所以就導致了本地人的購物慾望 減低了很多 令韓國的Online shopping 又慢慢開始崛起 就越來越多人喜歡上網購物 加上外國的大牌子 又慢慢進來韓國 變成東大門的那個特色 或者是那個吸引力 就會減低了很多 為什麼東大門的店鋪都是捱不住呢? 就是因為還有最低工資 因為韓國今年2021年的最低工資 是8,720萬 就是大概港幣60元左右 假設你請完 我用最低的計算方法 那我當它可能一天做15個小時 加加萬一其實都360萬 就是港幣的 大概23000 還有25000 東大門其實很多都是回夜晚 我已經沒有的 夜晚人工會再多一點 這個部分 租金要加多500 但是其實他們買的衣服 最便宜 其實可以去到5000W 我當一萬 不要賺 賣多少件衣服才可以回本 其實都很難說 所以才會看到這麼多店鋪不住 其實我也知道很多地方 是有受到肺炎的打擊 然後變得很慘 但是至少都可以做到本地人的生意 但是東大門 基本上真的完全靠遊客 本地客人真的不再支持 所以一個肺炎打過來 就沒有了 而且我現在本地人 都喜歡Online購物 就像我自己這樣 我買菜 或者是買化妝品 除非我很趕 不然我也喜歡上市買 因為現在的配送真的做得很方便 質素又好 東西送來 不會說那個盒爛小 或者是貨品很少會出錯 而且其實很多的牌子上網買 都會比我們便宜 直接到店鋪買 所以就養成了很多人 不會去購物買的習慣 但是幾檔建築物裡面 其實DOTA也算是挺聰明 他們因為有轉型過 現在有很多大品牌入住了 然後地底又有一個寬戶 即是有種感覺 是一個大的購物店 那就會令人想進去的意欲 會多一點的 我覺得 其實剛才去過兩個地方 車城真的不是很遠 但我覺得好像穿越了兩個時代 我會覺得剛才在市場裡面 長者們買東西都買得很開心 或者其實他們未必買東西 他們可能過來跟老闆打吵架 吹吹水 這樣就過了一天 但是你會看到面上的笑容 是很燦爛 其實剛才喝完涼茶的時候 隔壁有個白白夜 是剛喝完準備走的 但是他看到我坐在隔壁 他很好奇 為什麼年輕人會喜歡來這些地方呢 又在跟我吹了一陣水 這些就是所謂的人情味 其實是三不識七單 但是你聊的時候 你又會覺得很自然 很舒服 其實這些就是會成為以後的回憶 我想回當初我為什麼這麼喜歡韓國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第一次來韓國的時候 我受到很多韓國人的幫忙 所以雖然我現在在韓國住了這麼多年 都看到很多韓國的真實面貌 但是我對韓國的喜愛度 其實都沒有下跌得很多 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 我覺得是因為我和其他人有這種經歷 所以其實剛才最後我買了個豬仔亂老 就是因為跟老闆聊的時候 聊得很開心 剛才我用晚五安買回來 我相信如果想買的話 一定會更便宜 但是為什麼我最後都會選擇幫忙呢 其實因為老闆已經67歲 但是你會看到他打扮我時髮 然後是很有熱情的去介紹這個產品給我 雖然我們都戴了口罩 但是你都會隔著口罩 你會覺得他笑得很開心 一邊跟我介紹豬仔的時候 一邊都有說著他的生活如何 他什麼時候開始擺檔 什麼時候開始搬進來這個調室市場 然後他說他都在用 他這個可以用24小時 但其實你說這對話 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內容呢 又不是 但我以後見到這個豬仔的時候 我就會想起我和老闆聊天的畫面 想起這一天的購物是很愉快的 所以這一個購物體驗 是跟你上網就這樣按按鈕 然後送到家裡的那個感覺是完全不同的 而去到東大門就更加好像回到現實世界那樣 就是會覺得是冷清的 看到店主門如果沒有客人的話 可能就按手機 其實我也明白的 因為我都會新一代人 想起我平時的習慣 我都會低頭按電話 我都不是很常常會主動撩人聊天 我覺得這些就是所謂的新一代社交恐懼症 不喜歡打電話 不喜歡直接跟別人說話 只是喜歡按按鈕 做零接觸的 這樣就最方便 這樣就最舒服 但是這樣在購物的過程裡面 其實基本上就是沒有過程 換來的就是一件冷冰冰的貨物 是缺少了人和人之間的情感 不知道是不是我心態變了還是怎樣 我覺得我自己有一點矛盾的就是 我有這個不喜歡跟別人接觸的習慣 但是我內心又會很羨慕 可以跟別人聊天 去分享情感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跟我一樣 有這個想法 如果有的話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和我一起分享 好了 今天的代理旅遊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分享 那我們在下條影片再見 大家下集再見 拜拜 今天我們來分享到一次 喔